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学习 一程序 我是来自夜安卓编程平台的 我的网名叫天长小孩 在QQ群里面我叫星巴 很多大家都认识我 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我是接触这个夜安卓平台以后 再接触这个 预言编程的 我感觉这个预言编程的有很多优势 非常方便 语法非常简单 然后呢 我自己学的这段时间 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学习的一些情况 像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共同了解 异议语言程序与数据库的连接 今天的数据库 我们主要就是以微软的SQL 数据库为讲解的版本 大家习惯用这个数据库的 用这个数据库我们一起学 不习惯的 你可以尝试了解一下 数据库基本上方法都差不多 都是很简单的 我现在打开数据库 数据库我是安装在另外一台服务器上 我就远程桌面把这个电脑给打开 输入密码 这是我另一台服务器 我安装的是SQL 打开 好 登录 这就是数据库的一个管理界面 这管理界面 然后呢 我们今天主要就讲解一下数据库的简单的操作 比如说 建立数据库 建立数据表 打开数据库 打开数据库 在这个地方 点击 打开数据库 它有系统数据库 我们不去管它 不能动的 然后我下面自己新建了两个 一个是我日常用的 一个是软件升级用的 这非常简单 里面没什么内容 也是在学习中吧 这样建的玩的 好 我们在数据库上面 点击右键 选择新建数据库 新建数据库的名称 这个时候 你建这个数据 干啥用的 你就写个名的 大家注意 在数据库这一块 它不支持中文的 对中文支持不是特别好 所以大家在这个名称 那关键字上面 尽量用英文 也不一定非要是英文 你用拼音 它也一回事 只要你认识 就行 程序上 你把代码写进去 你写什么它都认 它是非常无所谓的 所以主要是你 今天用 比如说下个月再看 一看这个数据 按照的干嘛用的 比如说我们不拿拼音 我们不拿英文 我们就写拼音 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就写个学习音源 学习音源 好 这个就是我们数据库的名单 它下面会自动给我们 生成一个数据库 按照它的出色值 比如说给我们生成的 C盘的P1Fail VSQ2 MLSQ2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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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习的话就无所谓 你就多多多 没关系 以后如果说 你专业要建大全数据库 你就把它放在别的盘 不要放在C盘 因为C盘 大家都知道 一种病毒 一感染啥的 你就肯定会去重装系统 重装系统 会导致你C盘的数据全部流失 所以放在C盘里面是非常危险的 这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实例 好 这样就数据库就建好了 点击确定 你可爱的数据库就已经带选了 大家看到没有 你的数据库已经有了 学习语语言 对不对 已经有数据库版 但是这个数据库 要有数据表 才能对它进行操作 所有的数据 全部是存在表里面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 建一张数据表 这是你新建的库 库上面 新建的表 在表上 点击右键 选择新建表 列名 通常第一列 ID 数据类型 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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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就是 完整数据 大家有兴趣了解这个数据类型的 可以到版图上去搜索一下 数据会有哪些数据类型 非常简单 常用的也是那么几种 我们初学者用的更好 我感觉有个INT 差不多包含所有数据 好 弄完以后把它设置为主件 右键点击 设为主件 然后这个INT下面 这个地方稍微修改一下 标识规范 选择4 这样它以后就会自动给自己加一个 插入一条记录 它就给自己加一个名 这就非常方便了 另外我们下面建个什么数据库呢 比如 我们这个用户名字数据库版 这个名字 就是NAME 大家都懂 NAME 好 名字 N串 N串 N串的意思是说 N串的意思就是 给你10个字节 成功的一个文本 10个字节 觉得够不够呢 有的人可能比较坏 就规定够用 我们给它20个 好 给20个 分析为空 对不对 好 姓名完了 我们就输入密码 密码 我们简单 TWT OK TWT 我们给它密码传入多少呢 我们也给它20个 就这个人 它输入密码 这20个以内 它都行 超过20个就会报错 一般情况下 我们学习 不需要那么太长的密码 折腾自己 没必要 OK 这个数据表 我们就简单 就这两项 3项 ID是自动的输入 不用我们不管 然后保存 保存 出入表的名称 这叫用户表 用了 它这个系统里头 已经有一些关键字 是不允许你取的 这个用户 USER 是不允许的 我们就USER 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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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关键字 它就不找我们麻烦 是不是 现在这张表 我们已经能够正常使用了 这就是我们 用最简单的办法 的USER 不不不错了 USER 变得表 SEQSER 里头 清降一个变得表 表 表建好以后 我们 可以用 怎么办法输入出去呢 用编辑 好像错了 好久没用 应该 打开表面的浪质 打开一样 这个我们现在尝试的 直接在里面输入 而不是用命令去操作 我们待会再用命令 好 在这里面 姓名 姓名这个里面的东西 大家可以用中文 没有任何关系 比如说在这里面输入新版 我都好像没办法输入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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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方是选择的数据库名称 选择你刚刚进行BNG的数据 数据库选错了 曾经就没有记录对不对 好 选择 学习一元数据库 这个时候我们来尝试的 查询刚刚出的这条记录 这是1.1 c-stack-perform-er-s 好 这是我们实际的第一条语言 看看 yeah 错了 没错 对不对 非常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查询我们这个 查询所有的列 在哪张表里什么 在 us-ers 这个表里面查 我们刚刚只输入一条视觉 所以是不是这样一查 所以他就把这条数据给显示出来 非常简单 数据库 我们出学者需要掌握的东西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 就这么几条语区 比如说用的多的这一条 就是用的最多的插线里面是 是那个 sql 命令的 用的最多的 sql 命令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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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条语句是我们在 虚极库里头用的最多的四条语句 单词也非常简单 我简单给大家写一下 写错了大家简单 我确实好久没样子 这个叫什么表面 那之前呢 然后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灭满了 中国思义 中国思义 我们这个时候 试试看这条语句行不行 行不行不行 看看这条语句行不行 一行受影响 一行受影响 一行受影响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执行这条语句 对数据库的数据 影响的一行 因为我们是插入 所以它影响的一行 就插入了一行 对不对 好我们那时候用这个 插自信材 对不对 我们又用命令 成功的插入的一行的数据 这是查询插入 我们现在来学学修改 插入功能怎么用哈 这比如说你的论坛或者什么 有新用户注册 用户注册有 他们这些很多很多很多 他可能有什么QQ啊 什么什么叠的很多 但是语法是一样的 我们只要掌握这个语法 我们把语法放到最简单 不要越搞越死达 越死达我们大家就乱了 我们用最简单的语法 这样子 大家一看就懂 修改 修改是什么意思 7 8 8 2 8 4 2 4 6 4 按施策 相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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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座 是 是 了 我心里 按摩 按摩 1 1 这不叫 嗯 好 我们的事情这家语句 大家可能猜出来都会变成什么样 还不知道你对不对 好 一行做一下 非常吸引 虽然好久没接触电的原则了 还都没有忘记一下 大家一看就对了 这个mini是什么意思呢 修改数据 这是它的关键词 修改数据是改了哪张表 我们用户的表 然后改成什么内容 就是set set是什么 哪一些 就是姓名 这个列名 这个列名 大家记住 这个name就是个列名 列名改里面的内容改成新版 改成新版 但是改的时候 我们千万要一定要加个条件 就是哪些人需要改成新版 如果没有这个内容 没有后面的话 大家看看后面 就是说 所有的 全部给了新版 我们再看一下 查询 是不是 所有的数据全部给了新版 所以大家千万注意 一定要加一个这个条件 一定要加一个这个条件 继续 我们讲讲删除 比如这个用户他不要了 他要删除了 我们使用删除手 我们命令的话 力量 dp check 删除 然后我们 这个把握都不信的原本 试试看 呼呼 成功 实在是太闯了 一番 看见没有 所有的数据全部删除 删除了 但从里面 我们不要全删除 怎么办 那我们 一样 再加个条件 但是这张表已经没有了 现在已经这张表删除了 让我们可以 在 新的插动起来数据 先把 把两张的用户 应该 放一个 就是把这个语言也促试掉 这样我们就 翻遍 两 三 四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假设我们要删除 删除 新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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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 一条 受影响 对不对 这样 我们数据会 新版纸 这个数据已经不见了 OK 主要用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四条语句 非常难 大家体会一下 今天的课 我们暂时先讲到这里 有不清楚的可以跟我的联系 我的QQ 108810 网民是新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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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大家 谢谢